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这一支,因为做完这一支我就要去剪片了 又要剪一两个小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一支也是观众推荐的一支永生322吧 应该是322一根笔 笔还是非常贴心的送了我这两个配件 然后等会看看是什么东西 那整支笔的来讲也是有算是个人来讲 比较喜欢的一个配搭或者一个配色 可以怎么去理解 本上首先它的抛光面这样不锈钢拉丝等等 这种车就一块过了这样子 这种感觉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笔 而且现场的不锈钢笔大部分的笔都是偏重的 那像这一支不锈钢笔算轻的笔 个人还是觉得有必要有时候放一支在这边 换一下不同材质的手感 但是又保持本来那个轻盈度 不会太影响自己书写这样子一支笔 那能看到就还是一样吗 那个找踢的一个设计下的笔都是比较细 但是它的这个细的话都是又有又很纯粹 但是不会说那个怎么讲的过度的一个 这个也没有很多就过度的装饰性在这边 那笔的话 你看到比无垠的笔其实算是比较细的 然后它比这个还细 所以说这个真的适合手小的人 手大能基本上是不太不太考不不太那个什么不太推荐 笔的话这里还是有点小细节的 能有一些一些的一个凹凸纹 然后边上的车厦有点不是很平整 但是也不至于说接受不了 而两边因为它这个是压出来 然后再弯一下 就这样子压压完以后再再把这些东西给弯回弯嘛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工艺 那看一下能不能看到 你看就这个面不是非常的怎么讲 整齐但这个不搁手啊 先说不搁手啊该怎么说怎么说 嗯这里的话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是给你立起来吗 还是说有什么作用吗 但这些东西太太细了 这个反正对你书写这支笔来讲没有任何影响 那我们就不讲那么多 笔的话上面写了这个什么就是看一下啊 Main China 啊反正做的还挺细的 然后用升三二二啊这样子写在这里 像这种压纹那那当次感着够 那个总比说硬上去 然后写什么细些的F什么的来的好看很多 笔的话那我们这时候打开一下插拔的 这一个套件还真的没看 难道是说给我换这个件吗 也不像这个出很多 这个件有什么用啊 麻烦观众告诉我一下 真不知道这个送的件应该是给我备用吗 咦这里是有这个件好像是有螺纹的 然后这个是好像是真的可以这样子旋转出来 这个设计倒不错这个少见少见 这个设计很不错很不错就可以这么一旋 但是现代的都是整个这样子拔下吗 连笔色一起这样转了 但这个我早期的人真的是设计是干笔 真的是绞尽脑子啊 这个真的可以用这个成语来形容它 好那这个我们先放一边吧先不管它了 嗯比来讲比较细的 个人来讲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用了 但是它其他部分我觉得都挺满意的 如果书写感受来讲很ok的话 那基本上除了这个大小以外 其他没什么好挑剔的 因为它毕竟你金属的笔杆 它还是这个里面是塑料的 这个笔怎么做的 真的里面是整个都黑黑的塑料啊 这个真不知道 但整个笔感觉很轻啊 它是不是睡了 然后再包一层金属啊 然后或者一个金属套 然后往下面压 但我在上面看好像没看到什么那个 焊接或衔接的那个痕迹 呃吸魔器也是一样 我不太喜欢的这种吸魔器 呃另外的话就笔尖的话 这种应该叫什么尖 我就不知道海豚尖吗 还是叫那个嵌入尖呢 应该叫嵌入尖吧 这个是呃 因为这种形有时候很难定 笔舌的话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笔舌了 但是如果这个要找配件估计不太会找 而且我送配件难道是笔的损耗率比较高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呃 对说不准说不准好 那一个大概这样子 如果笔尖是银色那就肯定会好看很多了 那还是一样我们赶紧上一下墨 很期待的啊 上墨的这个部分 我说最爱了 对吧 几几下上一上对吧 OK那就啊 好那个 这个我们拆一拆可以 那就把这些给收一下 那收一下基本上差不多 好本子我拿一下本子 还是一样对刚刚做完上一支 那我们就干脆做这一支 然后来做做这个视频 呃书写一下 好写完以后那自行去跟上面对比应该这支应该是F间了 看这个出戏出摸量比较大 然后呢 嗯 对吧 出摸量比较大跟上面滑那就差很多了 那明显感觉到出摸量比较大 笔尖给你们看一看啊 笔尖笔尖啊 希望你们能看得到啊 呃 算是一个水地形打磨 因为他这个笔下杆的时候不像那个永生618一样 就是永生618应该是刀锋打磨吧 压下去的时候感觉他是比较尖的 就有种一感 但是他可能打磨的那个尖的那就一个刀锋打磨那个尖吗 这里可能弧度比较大 那压下去的时候就是 相对来讲就是有点阻尼感有点沙 但是不会刮太尖那肯定就刮子 或者两个两个中缝不对齐吗 但这个的话水地形打磨 那写起来反正也是挺好的一个手感 断磨肯定不会了 出摸量那么大 反正现在比很少找到会到断磨的吧 我觉得另外一个书写感受来讲也是算不错的一个书写感受 听一下这个声音吧 要不 对吧 看这个反正本力比较大 反正大跟小我个人没什么特别感觉 我是能用就行了 除非是说真的是很不行的那种真的我才会讲 不然的话我个人不太追求这个书写感受 反正能用那就剩下的那就慢慢去欣赏慢慢去适应 那我通常这样子 然后用着用着就找到自己喜欢一支 然后就知道自己喜欢哪一种的一个本力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笔接 呃再下来大概就是这样子 书写反正出摸量大 但是字不会说我虚成或者挤成一块 我堆成一块没有这种感觉 国产笔毕竟本来就是为了写中文嘛 所以这些部分我觉得暂时来讲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因为真的要写好中文 我觉得还是个人来讲还是说国产笔比比较好 当然上书折不折笔那这个对吧 字写的好那就随意了就找一支喜欢的嘛 那这个看怎么想哪个角度出发啊 都真的是完全看怎么讲的没有一个护顶的 好那大概就这样子的 呃比肩的话反正就是偏粗了我觉得呃 但是爬个子没有压力 国产笔基本上要找到不能爬个子 其实还真挺懒的我觉得对 然后笔的话整只来讲就是除了笔比较细以外 笔握这个部分就是应该是数字吧 这个手感个人不是有点滑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不会赢不会滑笔这个我觉得不不太滑笔 但是如果有别的材质那手感就这个完全是手感和质感的问题 就是完全个人感受问题了没有别的问题 整笔来讲等等的都是非常好看 而且插拔的是我喜欢我不太喜欢转我喜欢这种插拔的对 那大概就这样子整只比看起来非常的漂亮等等的 没什么瑕疵 另外是呃就是这个插拔有点小紧 对就有点小紧 但影响不会很大 对大概这样 好那就今天的评测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麻烦给我留言一下 或者那个指教我一下啊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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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